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赏息 我们这个部分要介绍的是双因子变异数分析 这个问题是成大气管研究所的考题 我们来看看题目内容 大华公司企划部经理研究五个营业员 这五个营业员就是甲乙丙丁物 在三个地区有东区南区北区的销售能力 那么销售的资料是在这个地方 那么销售额 它是以一个列连表的方式来呈现 好 假设它是XIJ 这个所有的资料都是独立常态变数 共变异数是sigma平方 而且两因子无交互作用 那么它也告诉了我们SST是224 SSTR是720 这是指的是交受员的 它的这个SST 那么它的这个急区的部分 是130 是这一部分 那么现在它考了一个观念题 什么说呢 它说SSTR是怎么求得的 请你写出计算式 那么我们就算给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里的treatment就是TR的部分 是指的是什么呢 销售员的部分 销售员指的是这个 夹一丙丁物 所以它是一个列的部分 这是55 指的是夹的一个平均数 这个SSTR的算法是这样的 来我们写给各位同学看 Treatment 它是横的 它是指的是销售员的部分 那么我们来看 假的销售员 它的平均数是55 这是总平均数 那么我们要怎么计算呢 55 减掉总平均数的平方 那么注意的是这里有三笔资料 所以我们这边要乘上一个3 第二个部分 以51 那么我们依据这样的做法 第三个是49 第四个是54 最后一个5是51 那么我们计算一下 这是3乘上 这是9 加上3乘上几 这是1 加上3乘上9 再加上3乘上4 这边再来就是3乘上1 我们这边的话呢 用刮胡起来的 让各位同学不要看错 它是 这等于多少呢 算一下 27 加3 加27 再加上12 再加上3 等于72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SSTR的算法 那么 SST怎么算呢 SST我们也顺便告诉各位同学 SST的算法 我们附带的 顺便跟各位同学说 SST的算法就是 每一笔资料 它距离52 这个的平方 这是几呢 这是1 这是47到52 那就是几 X5 那就是25 这边距离52 那就是36 这边距离52 那就是4 这边是9 所以合在一起 总共合在一起 这边是75 好 这边的话呢 每一个都要算 每一个都要算 我们把它算出来 这边是9 就是81 这边是3的话呢 就是9 52跟52 没有差 58到52 差的是36 54到52 差的是2 2的平方 就是4 合在一起是多少 130 再过来的话呢 51到52 差的是1 1的平方还是1 51到52 也是差1 这边是差3 3的平方 就是9 这边呢 4 这边是4 所以全部加起来 是几呢 是19 所以SST 是怎么算的 75 加上130 再加上19 等于 这边是205 加上19 224 那各位同学看到了吗 224 这是 Treatment的部分 那么SSB 也是一样的 算法都差不多 那么这个 就解决了 第一题的做法 那我们来看看第二题 第二题就是说 他给我们的一个显著水准 是0.05 来检定销售额 是否因销售员不同 而有所不同 地区是不是也有所不同 好 那么我们来做做看第二题 第二个部分 他要检定的 其实是有两个题目 第一个题目 是 A 销售员的不同 是否会影响销售额 第二个题目 是在这边 B 地区不同 是不是也会影响到销售额 所以我们先建立虚无假设 A的部分 这个 销售员 他不一样 销售员 不同 他是 不会 不会影响到 销售额 就是无论如何 销售额都是 差不多的 他们换的人 都没什么两样 这意思是这样子的 那么对立假设 我们就不写了 就是 有影响 那么B小题呢 H0 我们也写出来 这个是地区 那么我们是 讨论的是地区的不同 不一样的地方 不会影响 销售额 也就是说 他也没有什么好地段 坏地段的差别 好 那我们现在 建立 Anova表 Anova表 我们建立的话呢 首先 我们要把这个资料 先列上去 这是SS的部分 SST是多少 224 写下去 那么这个地方来说 处理所谓的 Treatment 这边是多少呢 跟销售员有关的 Treatment的部分是 72 那么 SSB 这是我们所谓的 急需的部分 这边是130 那么剩下来的 就是SSE 这边是SSE SSE就是 总和的 减掉这个 减掉这个 是22 好 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我们的自由度 刚才我们的 那个资料是 总共的话呢 是15比 3515 15比 SST是几呢 那就降一个 所以是14 那么我们刚刚算过的 Treatment 一共有 三乘上 一共有五个人 五个人 那叫 这自由度降一 那就是四 急需有几个 急需有三个地区 那么就是 急需就是 自由度是二 那么剩下来 SS1的部分 自由度是几呢 就是八 现在来看军方 军方来说的话呢 是 这个除以这个 72除以四 那就是 18 130除以二 就是65 22除以八 是 2.75 那么我们要 算的是 F值 F值是怎么算的 全部都要除以 SSE 18除以2.75 这个值是多少呢 我们算一下 6.5 这个是65除以 2.75 这边是 23.64 这个F值 到底会不会太大呢 那么我们当然就要看 我们的 F值的表 好 我们来看看F值 F值的话呢 我们查表的时候 要注意 有两个自由度 来 我们先看看 Treatment的部分 就是所谓的 营业员的部分 销售员有没有影响呢 这边 这边的自由度 这边是 4 这边是 8 所以我们要查的是 48的位置 找到了吗 找到了 3.84 这是我们的临界值 那么6.55 显然已经超过了 3.84 所以 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是拒绝H0 这个地方 我们是 有没有影响 有 我们是拒绝的 不同的销售员 好的销售员 我们会认为 营业额会比较大 会受影响的 再看这个 23.64 这个地方的自由度是 2 8 所以我们要查28 4.46 也是远高于 4.46 远高于4.46 23.64 也是超过的 超过了 代表的是什么呢 也是拒绝 也就是说 地区不同 销售额会不会不同呢 明显的不同 如果这么准备的 转发电话 请不吝点赞